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这种黄黄的东西 其实它就是催崖 简单来说它是一种催崖剂 然后它是涂在花梗上面的 假设花梗上面有积节 比方像这个东西 或者是这种有节的地方 理论上涂上催崖剂以后 有可能会长高雅 有可能会长高雅 那这种催崖剂是最早的时候 我在还在玩兰花 很早的时候 是它在一般的卖肥料的地方就买得到 可是后来就没有了 后来就没有了 那所以呢 外面其实也找不太到 你可能要去农药行误误看 看有没有这个东西 那因为这个是有点久之前的东西 那它需要量很少 它只要一个米粒大小的量 然后涂在这个像这种上面 就是这个肩结的上面 那它就有可能会长高雅 那基本上它就是植物的激素之一 那现在应该照理说 应该要被过为农药 跟发根一样 以前的生根粉呢 以前的生根粉 其实也是在肥料 或者是在外面就买得到 现在也不是 现在你必须要到 特殊的生根粉的话 你可能就是要到农会 或者是到那个农药行去买才有 那外面的生根粉呢 其实有调过配方 那效果呢 其实当然可能有人 有人是说没有以前的好 但是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做实验过 那所以呢 这个就是激素的之一 那基本上这里头都是膏状的 然后只要一点点 就是基本上它 我们通常涂上去 只要一点点的东西 像这个长得像膏状的东西 那你只要涂一点点 在这个 在这个基结上 在这个基结上 它就有可能会长 也不一定 不一定 但是你还是要看季节 像我之前有涂 是在秋季的时候 然后就觉得 你看那个 涂完以后呢 到冬天 感觉就会长高牙 对不对 结果呢 它就来了花牙 因为天气一冷下去的时候 它就会被吹花出来 那现在是春天的季节 是可以试试看 像我这一棵的 这一棵的 阿婆 它上面有一些基结 我可以涂涂看 看到时候会不会长出高牙来 或者是其他棵 也可以试试看 是这还蛮有趣的 那最后呢 它就会长出一个高牙 然后跟母猪的个体 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等于它就是分身个体 然后它就会长出高牙猪来 那效果呢 其实 因为我之前试 都是长出花牙 因为我上次用错季节 所以其实蛮有趣的 就是本来以为会长高牙 因为它已经开始凸点了 它凸点以后呢 突然天气一冷 整个变成花牙 所以其实那个温度 还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如果你涂的时间是秋冬的话 比较有可能会出现花牙的系列 反正高牙会出不来 所以这个就是基数的之一 算是植物的基数之一 那现在比较难买 所以你可能要 如果想要买的话 可能要去找找看 并不是这么的好 所以如果你想要做天然的分身个体 其实有协助的方式就是这个 那另外一种就是等它自己长 那它自己长的机会比较低一些些 特别有些品种是它不太会动 不太会动 像Xelaria在野外其实还蛮容易长 但是在人工环境下是不太长高牙 如果你有看过野外的个体进来 发现上面都有满满的高牙 那带人工个体就很少 那为什么呢 我觉得应该是环境气候的问题 因为长高牙它需要冷热冷热的一直交替 那在台湾的这个环境是热下去就一直热下去了 就不太会再冷 它就没有那个刺激的因素 那它们在野外的环境可能下个雨啊 或者是因为它们都是热带环境 下个雨啊 或者是海拔的关系 所以它会出现一个冷热交替的状况 这时候呢 其实它就会有促进它们的高牙产生 所以在台湾的 很少看到 很少看到那个Xelaria这一类的长高牙 你会发现 尤其你种植的时候 不过在外国进口的时候 是很多都有 很多都有 这是蛮有趣的现象 那今年我来试试看用这个 把它涂在 集结上看它会不会长 会不会长它的高牙出来 是蛮有趣的 那如果有成功的话 再给大家看一下 好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所介绍的就是这个 这个叫做 催崖剂吧 类似的 类似这种东西 好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